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全球最新的军事动态 本周重点关注下起 今天中东真的打起来了 今天早上伊朗用几十枚导弹 攻击了美军驻伊拉克的基地 可以说战火在中东要蔓延 而且美军增兵在中东 而这个事件本来就是因为美国 用斩首的方式用无人机轰炸了 伊朗的圣城旅的指挥官 造成了整个局面的动荡 同时美军增兵在伊拉克和伊朗周边 另外我们注意到 实际上俄罗斯也有新的动作 包括步兵在这个中东波斯班地区 到底中东局势怎么发展 战火会怎么蔓延呢 另外中国做什么思考呢 另外美军这次首先用斩首战的方法 精准地打击敌方的首领 怎么看未来会波炎到其他国家 有所防范 怎么防范 无人机的定点打击的斩首战呢 金正恩怕不怕呢 而且今天就是金正恩的生日 美国最先的情报说 1月8号金正恩生日期间 朝鲜可能会有新的军事动作 包括可能核实 包括可能试射这个长城导弹 如果朝鲜也有动作 加上波斯班打起来 美国是两头面对朝鲜伊朗 怎么打呢 美军能同时打赢两场战争吗 中国会不会有利 对中国来说化解了美国的印太战略的威胁呢 今天都会分析 另外呢我们关注一下 说到本周还是有些重要的消息 包括印度也有动作 印度在新年的军方有大的调整 包括总参谋长和陆军的参谋寺 另外特别提到呢 针对中国 印度在中印边境会有重新的调整 加大部署 另外呢印度要打造新的战区的体制 重点也是针对中国 包括在印度洋围堵中国 另外提到呢 美军一个最新的 关于全球的海军陆战队的排名 美国列出 当然美国是第一位了 最强的海军陆战队 中国也进入了五强 但是排在韩国之后 中国这几年呢 三个师的海军陆战队的规模 到底目前的实力怎么样 强碳夺岛 包括立体的夺岛 解放军达到什么水平 未来 能不能够超越英国 包括我们韩国这样的国家呢 今天都会分析 不过首先看看 全球最新的军情情报 先来看一下全球最新的国际的消息 今天最大的国际新闻 当然也是最重要的军事的消息呢 就是在香港时间 今天清晨 也是伊朗当地时间的凌晨的时候 伊朗终于向美国动手了 伊朗作为报复呢 伊朗在今天呢 连续两波对美国在伊拉克的基地 发动了攻击 情报显示呢 伊朗当时呢 首先用第一对地发射了几十米的导弹 另外也有情报说呢 第二波是用伊朗的战机起飞 逼近到伊拉克的这个边境 然后发射了相应导弹火箭呢 攻击到在美军在伊拉克多个的基地 说是多个 但美军说呢 是有两个美军的基地受到了攻击 当时呢 刚开始的时候 美军的反复强调 是没有任何美军的伤亡 只是有美军的飞机被炸毁 但是呢 也有消息啊 是由伊拉克方面 放出了消息说呢 是确实证实 在美军的基地内 是有八十人左右人死亡 这八十人到底 是不是美军 还是伊拉克当地的军人 或者民众呢 目前还没有正确确切的消息 但是呢 显然 中东这个战火 确实战端 已经点燃 另外我们注意到 这个事情实际上 最大的导火索呢 就是美军率先的 用斩首的方式 来轰炸 炸死了伊朗的 相应的高级的指挥将领 这些话题 我们稍后来重点分析 到底这种点穴战 斩首战 给各国 包括给朝鲜 什么新的警示 但回到今天早上 这个攻击 最大的事情 我们看到这个攻击 首先选择的时间点 是在凌晨 而且是密集的导弹攻击 但是打的 并不是美军 在中东真正的美军的基地 而是伊拉克的基地 为什么 我们先问一下马先生 怎么看伊朗这个报复的行动 今天这个打击 在伊朗的打击第一波 第二波的攻击里头 算是什么样的军事报复行为 我们首先分析 这一次伊朗的报复打击 它的具体的情况是怎样 当然 从这个美军方面的消息 和伊朗官方的消息 是发射几十枚导弹 去袭击美国 在伊拉克的军事基地 那么造成了一些破坏 到底破坏有多大 是损失这个军事设施 甚至是军人的生命有多少 这个有待去这个核实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就是伊朗这一次对于美国 拘杀了它的这个高级的指挥官 是反应迅速而且强烈 强烈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从伊朗本土发射导弹 或者是起飞飞机 去攻击伊拉克的美国主军 这一点应该说是进入了战争状态了 那么这个报复主要是做给伊朗本国的军民 以这个振士气 好 马上提到了这个后果很严重 现在大家最关心的后果 是美军先斩首战的伊朗的将领 伊朗今天早上用导弹密集的攻击 美军伊拉克基地 那翻过来美军会不会再升级对伊朗的打击 包括美军在中东已经增兵 但是只有一个航母战斗群 美军接下来还会有什么动作 美国的反应应该是这个有力的反应 但是怎样反应呢 绝对不会打地面战争 因为这个是以美国之短 及伊朗之长 伊朗的强项不是在它的武器装备 它的军力多强 而是它的承受力特强 死多少人都无所谓 就好像两一战争 它一次这个肉体炸弹冲锋可以死几千人 是无所谓的 没关系 军民由此还是振奋 那这一点恰恰是美国的弱点 美国是死不起人 所以我预测美国的反应 第一应该是迅速的 不能拖 第二应该是有效的 有效的不一定是要杀死很多伊朗人 它是会以它的优势 也就是资讯战 也就是这个网络战 也就是这个轰炸 空中优势 这种方式来有效的打击伊朗 好 再关一下马先生 就在这个伊朗 在今天早上攻击美军驻伊拉克的基地之前 我们注意到呢 俄罗斯总统普京出现在中东 先去了叙利亚 还要到土耳其 俄罗斯也在这里要玩一手 同时呢 在伊朗波斯湾这个大战局当中 俄罗斯有核武器国家 美国核武器国家 伊朗可能有核武器 以色列有核武器 未来这个局势怎么办 美国和伊朗如果是兵戎相见的话 是给普京一个意外的惊喜 也是一个迟来的圣诞礼物 美国和俄罗斯这是死对头 但是美国和俄罗斯会打代理人战争 而不会他们两个国家迎头相撞 因为美俄如果是开战的话 没有赢家 但是美国和伊朗开战 俄罗斯在旁边这个伸风点火 获取渔翁之力 这是肯定的 但是俄罗斯会不会给这个伊朗 先进的武器装备 特别是防空导弹 这个恐怕是特朗普在私下 要和普京讨价还价一番 好 这马先分析到 就在今天早上 伊朗攻击了美军驻伊拉克的基地 美国伊朗全面有这个交火 实际上这个事件 源起是美国斩首战 炸死了伊朗的高级将领 到底这个斩首战 给其他国家有什么新的战法的启示 特别是中国在目前波斯湾的局势 做和军事应对 美国为了应对朝鲜 包括伊朗 会不会减轻在印太战略 对中国的压力呢 今天呢 稍后啊 我们节目还会关注 不过首先还是看一下 过去七天 亚太区内重要的军事新闻 据新华社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切除中央军委 2020年1号命令 向解放军全军 发布开训动员令 习近平主席在开训命令当中 要求强化 当兵打仗 带兵打仗 练兵打仗的思想 紧盯强敌对手 大抓实战化的军事训练 保持高度的戒备状态 还训动员令提出了五个突出 包括一战领训 体系联兵对抗前沿 打牢基础 锻炼作风 突出一战领训 沿透作战任务 作战对手 作战环境 加强实战化的训练 加强专攻精炼 加强应急应战的训练 管控危机 遏制战争 打赢战争 突出体系联平 强化解放军联合指挥训练 强化军命中护卫条件的训练 强化心领域性力量 融入作战体系训练 下达战备拉动的力度 提高体系作战能力 突出对抗检验 加强指挥对抗 实兵对抗 体系对抗 创新对抗的方式方法 直系检验 作战理念 作战方案 作战指挥 作战力量 作战保障 促进备战落实 突出打牢基础 严格的考核考评 严格的督导问责 要把每一个单兵 每一型装备 每一类作战的要素 训练为 汉使 打胜仗的能力基础 突出锤炼作风 从实战需要出发 从难 从业衰打部队 敢于战胜一切困难 敢于压倒一切强敌 去中国海警区 官方微博发布消息 中国海警 2502舰艇 面对1月第1周 进入钓鱼岛海域巡航 日本的情况说 这是继2019年12月30号之后 新年之后 中国的海警执法船只 公务船 2020年的首次 驶入钓鱼岛附近的海域巡航 日本情况说 当天上午10点左右 四艘中国的海警船只 相机的驶入钓鱼岛周边的海域 航行大约1小时40分钟驶出 之后中国四艘海警舰船 才进入钓鱼岛外侧的毗邻区域 报道说 日本发现 其中一艘中国的海警船上 装有类似机关炮的装备 香港的媒体评论说 日本首相安倍近三在12月份 刚刚到了中国参与第八次的 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同时 安倍当时就说 没有东海的稳定 就没有日中双边关系的真正改善 安倍这样高调地提到 东海实际上是围绕 钓鱼岛的问题 再度挑起了中日之间的 海上的争端 而中国海警船的阿里干里面 开年第一周 就再度地驶入 钓鱼岛周边的海域巡航 显然是在回应安倍的谈话 显示 中国在主权海权问题上 没有退让的空间 另一方面 日本独外新闻报道 日本考虑把航空自卫队 正式改名为 航空宇宙自卫队明确 宇宙空间 也是日本的国防领域 会加强日本的军事能力 和太空恶之力 因为日本的情报显示 中国大陆军方 包括俄罗斯正在研发在太空 可以攻击敌方人造卫星的 相应武器 日本认为 太空战上面 对日本的威胁越来越高 据美国的军事网站 一出美国的卫星公司 拍到的最新的 高清卫星图片显示 中国大陆西安飞机公司 位于陕西西安的 炎梁航空基地上 评估了各类型解放军 大型的飞机 包括将近20架 越岭战略的预输机 和轰6的轰炸机 以及大批的高型的 特种侦察飞机 美国的军事网站 评设情报所 西飞公司 是中国大陆主要的 大型的军用飞机的生产厂 包括生产最新型的 远程了解放军的轰炸机 根据美国这些 最新的卫星图片显示 多架解放军的 越岭的运输机 停过在这个基地 这也是这一型号的运输机 同时出现数量 最多的最密集的一次 美国的情报分析说 解放军的越岭运输机 对中国发展 海外战略甚至重要 因为中国可以无需 在依赖外国大型的飞机 展开解放军跨国的 远距离的运送 超大规模的军事资源 同时为中国大陆 越来越多的海外基地 和军事行动 提供高速的后勤的保障 同时美国的卫星图片 也拍摄到在一个 陕西炎梁的基地当中 还停过了17架 轰6的轰炸机 还有5架解放军空击 500的空中预警机当中 有一架预警机 是以运气的双引机运输机 作为平台的试验机 被认为是未来 给中国大陆解放军的 航空母舰使用的 舰载预警机 这意思还 也就是舰载预警机 零腰型的雏形 居美国的国家 立杂志最新评出了 全球最强大的 5支海军陆战队 中国大陆解放军的 海军陆战队入榜 进入全球的5强 美国报道一书 美军情报说 中国大陆解放军 目前的海军陆战队 大约有3万人 也就说解放军 大约有3个10 或者6 7个旅的 海军陆战队的规模 仍然属于传统异商的 海军陆队在解放军 海军舰船和基地 执行防御和作战的任务 美国的情报说 解放军近年以来 强化了海军陆战队的 强谈登陆 立体登陆作战模式的演练 美军承认 随着中国大陆 在海外建设更多的保障基地 解放军的海军陆战队的 作战作用越来越大 而美国也关注到 中国大陆解放军的海军 在俄罗斯展开的 联合的军事演习当中 中国的海军陆战队 曾经出境参与 美国情报报告说 第一位的是美国的 海军陆战队拥有 18.6万名的 现役的海军陆战队员 和3.8万名 预备一役的士兵 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兵力 相当于排名 第二到第十一名的 九个国家的海军陆战队 人数的总和 而美国的海军陆战队的新兵 在接受了人数十三周的 强度大的训练之后 还要展开 长达54个小时的 战场演习的测试 第二位的是 俄罗斯的海军步兵 擅长登陆作战 第三位是 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 有七千名的士兵 第四位是多年以来 一直有美国训练的 韩国的海军陆战队 韩国的海军陆战队部队 达到2.9万人 主要是快速反应攻击部队 为在朝鲜半岛军事行动当中 提供韩国与美军的战队 预备力量 美国最新的情报评估说 一旦爆发朝鲜半岛的突发情况 这次韩国的海军陆战队 可以在24小时之内 部署到朝鲜半岛任何的地铁 执行最危险的攻击的任务 香港军事部队指出 韩国是三面临海的半岛国家 韩国军方 过去和未来 一面战争离不开海军大力之远 特别是美韩军事同盟 七十年来战争 和军事演习的历史当中 强调海军陆战队的重要性 而中国以往 一直是典型的大陆国家解放军 七十年前 登陆海南岛和金门岛的 牧船打战舰的历史 都是当时的不对称战争的模式 不过这几年中国海军的 两栖舰船 下饺子一样大量的服役 可见十年到二十年 对中国的海军陆战队的 全球排名肯定会直线上升 好 美国有一个最新的排名 全球的海军陆战队排名 中国也进入到五强 但是韩国排在中国前面 要问一下马先生 怎么看中国现在海军陆战队 真实的战斗力 韩国声称它的海军陆战队 朝鲜半岛一旦开战 可以抵达任何地点 会不会跟中国有所碰撞 关键美国人是看到了 这个趋势是急速上升 很快的就从这个世界排名 后面跑到了前五名 这一个是这个美国 这个媒体判断的 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焦点 再一个就是它展望未来 很快呢 还可能再往前排 但是这个排名 它根据什么呢 很大一部分是根据 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过去它的海军陆战队的 作战情况和韩国相比 那就是有一个距离 就是韩国是优先的 不但是这个解放军 在解放海南岛 这个解放金门的作战 解放一江山岛的作战 基本上都是帆船 木船为主 但是现代化呢 它是完全不符合的 而韩国在最近的这个作战 和最近的这个演习当中 表现出来海军陆战队 联合美军 它形成一个战斗力 关键是海军航空兵 控制了这个战场和战区 这一点呢 中国在演习当中呢 我们现在还没看到 好 满线现在呢 提到解放军的海军陆战队 不断地提升西战的解放军 除了海军陆战队的重视以外 现在陆军也打造 两栖的夺岛部队 空军也有空降兵的夺岛部队 三栖作战 这话题先放一边 本周另外要交点在印度 印度刚刚在新年调整了 新的军事的布局要打造 新的战区作战指挥 另外要增强在中印边境 对中国的边境的部署 看一个片段 据印度事报报道 印度军队虽然目前 正遭受到经费紧缩之苦 不过印度急需 打造一体化的 印度的落横作战机制 增强印度的军力 印度军方新任的国防参谋长 比拼拉巴特说 印度军队要重新规划 战区的司令部机制 应对周边 特别是应对中国的安全威胁 而据接近印度军方的消息 是想军情况的 闪蓝无披露情报首 印度官方希望新任的 印军的参谋长可以发起 并且领导印度军队 作战变格和转型 并且在四到五年之内 成立新的 印度新的扎安区 司令部制定路线图 最新的情况分享 对于印度军队来说 光靠攻完美国 和俄罗斯的武器 不提升作战能力是无效的 因为印度的陆军 海军空军 都积极地捍卫 各自自己的地盘 印度没有完整的 扎安区指挥协调体制 印度的陆海空三军的资源 和兵力名义上 都置于作战总指挥的统领之下 不过过去二十年 由于印度军队三军之间 竞争不可观的作风 军费分配等问题 印度这个司令部 基本上是没有发挥 作战的潜力的 根据军情报的舍兰木 掌握最新的情报 针对中印边境 双方的军队各自巡逻 甚至经常有追逐对峙 甚至有冲突的情况 印度军方甚至有人提议 为印度的北部边界 要设立一到两个 印度的战区司令部 在尼泊尔以西和以东 分别有一个面向中国的西藏 各设一个印度军方的 所谓最新的战略指挥司令部 并针对印度洋的海上边界 设立印度一个南部的司令部 或者两个海上的半岛司令部 都是针对中国 再设立一个所谓 印度的战略空军司令部 由印度空军直接负责指挥 另外香港明报报道 刚刚履行的印度新任的 陆军参谋长那那文声称 印度陆军以往 太多的投放更多的注意力 在西线针对了巴基山 是注意力在北线 也就是跟中国相邻的中印边境 必须关注中国的军力增长 印度这位新任的陆军参谋长说 印度和中国存在实际控制线的争议 中印边境问题仍没有彻底解决 必须要加强印度陆军 在边界一侧的部署和军事的演练 而就印度媒体一出最新的情况说 印度这位新任的陆军参谋长那那文 曾经为侍卫是印度军方的中国通 他曾经担任加尔格达为基地的 东方司令部的主管 负责镇守印度和中国接洋的东方的边境 同时他也曾经专门研究过中国军队 在西南的兵力部署和解放军的战法特点 而印度军方高层也希望 这位新任的陆军参谋长能够完成 印度的陆军和边境部队的军队改革 好 别人提到印度在新的一年 要调整新的作战指挥的体系 针对中国 连线一下台湾的军事观察员郑继闻 继闻以您在区内掌握的情报分析 印度不能加强在中印边境的兵力部署 中印在今年会不会有边境的对峙 甚至冲突 目前的格局是让中印之间 再发生冲突的几率 其实还是受到有效的管控 首先在整个局势上来讲 中印目前各有忌惮 各有一些困局 尤其在中方来讲 中美之间的贸易大战 以及美国推展的印太战略等等 其实让中国在应对的方向 主要是应对美国 那另外印度呢 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冲突 去年以来 这个冲突目前还是持续一个僵局 另外在军事上 那中印两国都是核武国家 其实更限制了双方发生冲突 甚至冲突激化 这个是受到大幅的压抑 好 回到本周的焦点 波斯湾的战火 就在今天早上的伊朗 用导弹攻击了美军 在伊拉克的基地造成伤亡 同时我们注意到 实际上这个事件的起因 是美军率先斩首行动 攻击了伊朗的相应将领 可以说现在战火点燃了 到底会怎么打呢 另外这些国家都声称有核武器 背后的幕后 几个大国怎么较量呢 关键是斩首战会有什么新的战法 先看一个片段 据英国BBC报道 伊拉克军方的安全媒体小组 公开的发表声明承认 伊拉克的巴格达国际机场 曾遭受三枚的火箭炮密集的击中 而在这场密集的火箭炮的攻击之后 伊拉克国英电视台报道也承认 伊朗革命卫队圣成军的将领 苏莱曼尼 以及珍珠党的创办人 伊拉克人穆罕迁斯 也在这个攻击 密集的攻击当中身亡 而在这场攻击的当天 曾经有情报消息披露说 是三枚的火箭 落在了机场货运的大天 导致两部汽车被当场摧毁 有多人死亡 不过在这个攻击之后 曾经有情报披露说 这是美军直接使会了美军的无人机 以火箭的包括密集攻击的导弹 以阵语方式来轰炸 来摧毁了车队 美国光布之后也证实 这次是美军的无人机的空袭行动 是由美国总统特朗普 亲自下令进行的 特朗普声称 下令击杀苏莱曼尼的目的 不是发动战争 而是要阻止战争发生 最新情报披露说 伊朗已经强硬的回应 伊朗必定会对美国 包括美军 在中东的利益展开包袱和攻击 而美军现在目前在中东的顾问 大约有5000名的军方人员 在伊拉克 依目前最新的局势 美军宣布 增援3500人的军事部队 前往中东地区 同时美军会部署在伊拉克 科威特和区内其他地方 随时作战 使得中东的紧张局势 急速征门 情报披露说 这次由特朗普亲自下令 由美军的无人机执行斩首 直接击杀的伊朗的苏莱曼尼 是从1998年开始 成为伊朗的圣城军的领袖 率定撑城军 负责伊朗海外军事突击行动 他在叙利亚伊拉克军事战争当中 担任关键指挥官角色 而另外伊朗的圣城军 还协助伊拉克打败了极端组织IS 同时苏莱曼尼在中东 三波伊斯兰的影响力上 是有重要的军事影响 在伊朗和海外 军事威望非常之高 而伊朗革命卫队司令 阿布哈姆斯已经表示 伊朗必须保留 追究美军 击杀斩首苏莱曼尼的军事责任 并声称 伊朗已经锁定了美军 在中东的美军35个重要目标 伊朗随时惩罚区内 所有的美国人和美国军人 而面对伊朗强硬的 带威胁的军事回应 美国总统特朗普 在社交媒体高调的发文回敬说 美国警告伊朗不要轻举妄动 美军已经瞄准了52个伊朗的目标 如果伊朗胆敢袭击美国人 或者美国的资产 美国将全部予以还击 特朗普没有说明 是哪些伊朗的目标 不过强调 部分对伊朗和波斯文化极为重要 美国总统特朗普高调地警告伊朗 说一旦要对伊朗动武的话 会对伊朗造成严重和迅速的军事打击 另外伊朗克狗克 以刚刚通过的 实际上没有约束力的决议要求 所有外国军队要离开伊拉克 同时伊拉克狗克也敦促 禁止外国的军队以任何理由 再使用伊拉克的海陆空的军事领域 同时台湾的中国手法特别平均说 波斯万地区是全球重要的能源的航道 而且这个区内是火药桶 战云密布的话非常的危险 因为区内像以色列有核武器 伊朗正在秘密地发展核武 包括牵扯到这些利益当中的 美国 俄罗斯 中国的利益 都在这个波斯万地区有能源的利益 同时这些大国 美中俄都是拥和国家 各方如果在这里要争夺要开火 后果非常严重 好 片段提到今天的焦点 当然就波斯万的战火 一方面的美国 首先用斩首战 轰杀了相应的伊朗的司令 另外伊朗就在今天早上用导弹 攻击了美军在伊拉克的相应的阵地 可以说双方已经开战 而且伊朗扬言未来还有动作 甚至要主动地攻击 特朗普在美国的目标 美国的物业 另外美国肯定有反手的机会 同时注意到 区内要是真的全面开花开战的话 各国怎么准备 特别是美军率先的 斩首的战法 给各国什么样的思考 今天都会继续来分析 稍后来听听美国和香港的分析 还要关注一下 1月8号今天是金正恩的生日 之前美国的情报说 金正恩有可能 在这一两天有新的挑衅 或者核事 或者射导弹 如果美国同时面对伊朗和朝鲜 怎么办呢 稍后来分析 回到金正恩来 稳住关注焦点 就在今天早上 伊朗冲动导弹 攻击了美军在伊拉克的相应的基地 可以说中东战火已经点燃了 今天请到香港马领圣 美国员桌先分析 先问马先生 美军首先是用斩首轰炸 轰炸了炸死了伊朗的司令 怎么看这个战法 战火的延续会怎么爆发 我们要看战略层面 战略层面是什么呢 战略层面是伊朗借口 他的司令被杀 而撕毁这个去核协议 很可能引起中东地区的核战争 或者是核对抗 这才是真正的战略意义 我们要知道2015年7月14号 六强国和伊朗签署的去伊朗核协议 这个是国际的法定条约 中国美英法德加上俄罗斯六个强国 也就是联合国五强加上德国这个强国 他们在这个制裁伊朗方面是一致的 是三方面制裁 不单是美国制裁 而且欧盟制裁 而且是联合国制裁 不准伊朗拥有核武器 那么伊朗迫于制裁承诺去核 那么伊朗现在撕毁了这个核协议 也就是说他要拥有核武 这个是违反美国的医院 违反欧盟的医院 违反联合国的医院 很可能是破坏中东的和平 和中亚的和平 所以这一点才是这个 我们今天看到的美国炸死 这个伊朗司令 伊朗炸美国基地 这些迷雾当中的最根本这一条 好 连现在美国的军事观察院 袁卓尔尼在美国掌握的情报 伊朗今天炸了美军伊拉克基地 美国接下来会有什么大型的军事动作 美国这个后续的这个行动布局来说 基本上还是以空军为主 来应对可能发生的后续情况 即使它动用了巴热 101空降司令的精锐部队 基本上也是说主要是对美国在中东的这个基地 机场这些设施的进行一种 比较有效的机动防御 是预防性的这个 并不是说美国就做好了一种大规模进攻 伊朗本土的这种计划 那么对于伊朗来说呢 它也不见得就是说就能对美国进行一个大规模的极具杀伤力的报复 首先是个能力的问题 其次是一个地区的整个薄力的问题 就伊朗如果在按现阶段对美国所有的中东基地 比如说是阿联酋 卡塔尔 科威特的基地 也发动连串攻击的话 这是不明智的 而且这些就会把这些国家推到美国那一边 对伊朗整个外交也是没有一点好处 袁志坚 你估计美军要动手炸的话 是炸它的核设施还是炸它的司令部 很有可能美国只是对伊朗圣城旅的这些个别目标进行打击 比如说它的发射阵地 像火箭炮发射阵地 导弹发射阵地 就是防空导弹发射阵地 还有资源战术动作的各种资源车队进行攻击 这样的话一方面能遏制伊朗的生存旅的战斗力 另一方面就是适度的控制整个规模 所以美国不见得会对伊朗本土的一些核目标 或者高级原物进行攻击 至于说对伊朗的高级宗教人物进行攻击 这个是其实效果是很低的 因为对于宗教人物来说 即使伊朗去世了 它换一个是很容易的事情 这并不会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这只会加深各种各样的矛盾 好 看一下马先生 中东这个战火已经点燃了 不管是斩首战法还是轰炸基地 对中国来说怎么观察区内 这个战火中国作何准备 我们估计伊朗它的袭击一个是挑软的打 比如说挑航运线打它的商船 这比较好打 再有一个是杀它一些重要的人物 就不是在美国境内 而是在国外的一些重要人物 或者是轰炸这个自杀性的轰炸 它的这个经济的要害部门 那么美国呢也是扬长臂短 最好是用这个空中袭击 隐形飞机 这个长城的导弹 在做境外的轰炸 甚至是用软杀伤 也就是发挥它的网络战 电子战 使整个伊朗这个炫于这个 长时期的这个经济危机 也就是像当年炸这个南斯拉夫一样 好 谢谢两位分享本周的焦点 今天伊朗轰炸了美军伊拉克的基地 美国在之前斩首战 轰炸炸死了伊朗司令 这个战局 这个战火怎么发展 我们一起来关注 不过就在今天 伊朗炸美军基地的同时 今天1月8号是金正恩生日 原来美国的情报说 今天朝鲜也会有动作 朝鲜伊朗两头烧 特朗普怎么办 进入军情互动 回忆一下军情观点 想完个问题 大家注意到今天1月8号 是金正恩生日 之前美国多次的发出警告和情报说 可能今天前后 朝鲜会有新的军事动作 包括核式 包括试射长城导弹 网友问一下马先生 现在伊朗和美国已经互相的轰炸 如果朝鲜这两天 也来插一手 也搞动作 特朗普怎么办 美国作为一个两洋性大国 从来都不怕打两场战争 是同时打 第二次世界大战 它在太平洋打日本 它在大西洋打德国 现在如果是伊朗和北韩 对美国进行核威慑的话 这两国家档次太低 太小 也不会打核战争 那么再有一个 它是绝对不会和这两个国家 打地面战争 那么同时打两场战争 它用这个隐形战机 用这个导弹 就可以把这个战争 局限在一个地步 和局限在一个时间 打一场速决战 本周还有国际的消息 就中国海军与巴西坦 本周展开联合的军事演习 这也是新年之后 中国海军参与的第一场 与外军的联合的海上的演习 中国派出了海军的驱逐舰会舰 综合补给舰 关键还有潜艇的救援舰参与 肯定是有潜艇 潜入到相应的海区 而且巴西坦也提到 是有反潜队友的 提供的项目 节目最后 看看中巴联合海上演习 以上就是军队网的史 下路三 我们再见 明镜不 esté农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